那个民意机关 包括医卫院 包括医卫院 都有婚族 那个委员会审查 事实上什么毒都没有 可是啊 委员会审查完了以后啊 外界都以为是恶毒 事实上那个什么毒都没有 委员会审查完了以后 又是一毒 恶毒 三毒 都要到大会 都要到大会去 委员会审查以后 然后就送到大会 再去通过又叫恶毒 然后三毒 三毒一般准做文字修正 就是把枝改为灯 灯改为枝 这样做文字修正 他有时候恶毒三有一起 所以一毒恶毒 预算的神医地理是这个样子 然后啊 我们必须在这里 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啊 就会有那个人的 有不同的意见 而且啊 那个利益交换你就会在这里 你这个如果 哪一个行政单位 夺对某一个议员 就在这边 怎么样 让你的预算不通过 或者是他就有什么 有什么要挟 所以你要答应我做什么 或者我就让你的预算不通过 如果学家好的话 有时候就是怎么样 很快的就会通过 有些委员就是说 在审他的时候 他会弄到一股那么股之间呢 他那个时间有时候会怎么样 很长 很长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些什么 那个所谓的附带决议 或者什么决议 那个附带决议啊 就是要跟你讨价还价的 就是要跟你讨价还价的 附带决议就是说 我叫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什么冻结 那就是附带决议啊 所以都是在委员会 所以这个委员会 你不要想看这个委员会 有时候一个委员会 在立法院是一个委员会 有十来个人 或者是二十个人左右 很少超过二十个人 在议会的话 有时候一个委员会 三十的人 三十的人 就把那个师的预算 原则性额那边决定 好 大家要抄都在那里 委员会要去抄 有时候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要特别追到的时候 哪一个委员提这个案子啊 他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 到底是他本人提的 还是人家拜托他提的 这目的真正的那个 那一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在委员会 要时常审慎的 在委员会审查 到奥土之间 行政官员 就要在那边 是在那边敲事情 密室交易 就是都在这里 就会在这个委员会 在奥土之间 那奥土以后 就三入 这边就通过了 所以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在审议里面啊 最会预算的审议里面 最会出批落疼 就是委员会到奥土之间 这个是会 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你知道吗 好 这个预算筹编也相当不提 知道吗 第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所讲的 一样化乌 古运乌金银等乌 所以那个教师节的奖金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以前的奥土之间 以前的奥土之间 你要新成立的 反而会没有 没有经费 像那个我们师大 就会想说 国研事业 那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4.6个月的奖金 以前的奥土之间 有些事情 随着时间的经过啊 这一个公共支出 是不是可以不要 是不是可以不要 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吗 我就 各位有没有 遇到前提的时候 每次要到那年 每次要到年底的时候啊 那个就会挖马路 把博友通告 那个就是什么 预算要怎么样 要把它消耗掉 要把它消耗掉 那那个就会说 因为有那笔钱 就会没有 我记得以前啊 找起那个 新农牧 跟那个新害物科吧 那个有一次 一部大卡车就卡在里面 那那个人家 就说你这个大卡车操啊 那大卡车弄一部 后来去里面 是什么原因的 每年突入 突入的话 因为你要把原来的那个 挖掉 结果又偷工 原来的没有挖掉 变咒变高 卡车就卡在里面 对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 怎么样 这个一样 画画幅 以前我在念那个学校 他 还是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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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就突过来 年底的时候 到 以前是七月子嘛 因为山沙就在那边 要突马路 因为他今天没有突 明年这笔金位就没有了 这个就会变成失收 如果有学校自己决定的话 就不会在那边是怎么样 每年都会去突马路 就是所谓的说 一样画幅 知道 第二个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法定义务制度很多 预算加硬 知道 这个 就变成说 以前有那个事情 以前有那个经过 以后就会有 而且法定的定在那边 你一定就要给他 事实上有些事情 随着时间的经过 那些是不是 法定义务制度 是不是一定要 恐怕我们要重新考虑 考虑 这个是 这个像 像那个 有很多补助 有很多补助 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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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前天我就接到一个通知带 叫我说 重央节 去领一千五百块 因为我今年刚好满六十五岁 这个重央节可以领一千五百块 我看了一下我还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对 那 那我觉得像这个 三节 是不是一定要补助 要有 知道 虽然对我来讲 一千五百块不多 不是三个节都有 是等到四千五百块 知道 那你钱还是有多少老人 那是不是说这个不要 我们把那个钱 花在那个时的 真正需要的老人上 各位知道我讲的意思 那我也去领一千五百块 那我帮他做攀卸的 我 我孩子说 我到底要不要去领 那如果我 我这样子 去走到林长那边 那不是 林长 去领一千五百块 我实际上是有点 攀卸攀卸的 这个是 那我也是说 像这个 三节的奖金 是不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用在真正需要的老人上 这一类的 这个预算是 因为每年都会有加热 另外一个 明知 明知所欲 我打错了 明知所欲 应该是藏存我心 可是在那个预算的时候 那些议员的时候 他不见得是存他的心 对不对 是说 就被人民众没有参议馆 民众无感 是吧 就会 钱费发在说 他在他认为不守需要的地方 这个最近呢 我们 时常就会是说 像那个马英九 他说 我做了很多事啊 为什么民众都无感 有没有 那个我们行政部门就有时常讲 我做了很多事 跟什么民众都无感 因为啊 你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他怎么样 所需要的事情 所以 那我们参议人的预算啊 就是说 我这个钱是花在 我认为重要的地方 我认为重要的地方 是明知所欲的 我就才是 要这个是怎么样 钱要花在我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 意思就是混账制度 就是我讲的包工程 每个人都可以 混一批工程 然后就是在那边混账 就是在那边混账 而到那里是呢 每个人有几百万的工程馆 一人可以有几千万的工程馆 另外一个就是预算的过敏度 预算书啊 一般人啊 领补萨 谁看都懂 所以我们参议人的预算啊 就是要让那些民众啊 能够了解那个预算书是怎么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 就是说 我等一下会调 不是整本预算书都要看 而是说我们某一部分的经贵 我们来决定 知道吗 我们刚才讲的预算是筹编 筹编完了又是不是 议员代表要去审议 有没有啊 它是审议 筹编是行者不能事件 筹编的话本来应该是说 在预算的时候 能够让民众的意思能够在里面 现在都是行政部门 他们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知道 那审议的话 应该是名义代表在审议 那是这个审议的时候 知道 我们也能够说 民众的意见 怎么在那个去表示出来 好 首先我们就要看 目前审议者的能力 我们就实际上讲说 我们有很多名义代表 具有黑地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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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一定会看得懂预算 他有些预算 过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他超过九位数字 一直没有胜 这个 好 第十位数字 像我们习惯的 第十位数字 就是怎么样 就是十亿 第七位数字 就是百万 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 有很多人会搞不清楚的 我看到有很多人 包括政府官员 念一念 念到一半 又念错了 这个 这个就是 他那个字 就是阿佛数字 超过八九个数字 一个超百万 对 这个是他的那个 什么 审议者的 审议者的能力 另外一个 少数人决定 就是我刚才讲的 委员会几个人决定 那几个委员会 前一天晚上 障礁就我们决定 这个是什么 少数人决定 这个是什么 协商 就是黑箱奏业 打个意见 敲门 我就协商 这个协商 什么也是 黑箱奏业 然后 有另外一个 选票攻击是什么 这个是在政治水上所讲的 就是 我的岸 你的岸 你的岸 我的岸 你的岸 高马 就要是悬票攻击 结果预算就会怎么 变做会庞大 这个工程 你帮我支持 另外那个工程 你那个工程 我给你支持 结果那个工程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那个就悬票攻击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负担给老百姓 去负担 反正老百姓 他也不懂 他也不懂的人 这个我们参与生计算 我们就是要有民众制 去来决定 因为民众要多的话 我才会相信 二三十个人 大家会互相勾结 要勾结 一点勾结的 协商词等也很高 对 而且二三十个人 相互勾结 一点点做事 两三个人勾结 他们也做事 所以 这个是怎么样 人一多啊 民众去负担 这个是 这个是 去勾结 民意代表 谁代表民意 这个我们大家都有 一封概念 要民意代表 好像不是代表 我的意见 好 那本来啊 民意代表 是要看紧民众的 活包的 看紧那个预算 要看紧活包 结果啊 是 活包是要看紧谁的 是要看紧自己的 钢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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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目前 预算在筹天 审议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看到 参与市的预算的可行性 参与市预算就是一个原则 你知道 那你审那的八点 是有点像直接民主一样 所以我个人并不主张 中央的预算来做参与市预算 比较地方的再来走 地方尤其是 乡镇或者是县市 尤其是乡镇 而且那个也不是说 所有的预算 都去参与 因为那个金贵很多啊 大家也呼吸 有些划定的支出 我们也不要去参与 因为身心障碍的 他有一定的条件 他该给多少钱 我们也不要去 去过分的干扰 就变成是说 就是说 民众透过协商 就是能大家来协商 以及讨论的过程 直接参与公共资源 该怎么使用 就跟说我刚才讲的 以台湾省购乡镇来看 一间佣银 平均大概只有三亿多元 三亿多元 扣掉那些 那些有的家 在办公室上班呢 看那个 怎么样 看电脑做游戏 那些要给的薪水 剩下的钱呢 可以运用的 那要钱 那民众自己来决定 因为一看那个西部电影 就可以看到嘛 他们那些 有一些民众 打来来光电工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由民众自己来决定 这个叫做事实 而且这个是说 透过协商跟党来的拖路 直接参与公共资源 如何使用 就是说 公共资源的主要型机呢 怎么来开 而且是花在哪一个地方 好 那他的目的 是说 民众直接讨论公共收入 公共资助更加执行问题 使政府的公共政策 让人民有感 让预算支持能够反应而明的偏好 这抱起来 我现在会骂到我太太 像我太太 像我在我家里 平台也是我太太买的 新职 也是我太太买的 而且都刚好大小一样 可是不见的是我习惯的 人家说 你叫什么 你这个都明白的 都明白的 难道 我没有决定权 就是说 我穿起来会无感 我当然这样讲得太不太好 就是说 一打都给他 你那个手带 也是由他决定 这边有 是由他决定 所以我就越来越笨 无感 我每天只会叫 手带在哪里 那个什么 皮带在哪里 你说我不是给你买 就是无感 这个就只有 那 这个以前呢 以前有一个叫做 海耶克的 有一本书啊 那那我以前 那我以前 还帮你到奴役之路 就说 大家都给你买点好 那我就笑一个 笑一个 那一个事是怎么样 笑一个 那一个蜜蜂 每天做功 做功做功 因为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无感 就 我都实际上会讲 我为什么 什么没有 我什么没有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 是因为你钱不够 你知道 因为我 我没有成本的概念 我也不晓 她说 那个皮带很贵 我说 这个皮带 为什么会那么贵 他说 这不是一条皮而已 为什么会那么贵 这个就是 你没感没感的时候 你就想 想要你就买 这个 就跟 我小孩子 还小的时候 因为 他时常说 会跟我说 没有钱 那我没有钱 我就带他去 踢管去 那边又踢了 给他 他后来 他说 我没有那么多钱 他说 没有那样钱 你不要去踢管去踢 就 都没有那个 成本的概念 他以为是没有钱 去踢管去踢 就会有 就会有钱 这样的话 会变成一个什么 是这样的 会变成一个 吉欧北开 吉欧北开 就会是什么 钱不够 就会去 什么 借钱 不会想到 为什么会 扛 扛就是 看那个东西好 然后 你如果用信心的话 一模样的吉 他就不会变成扛 因为他只要一刷卡 他就可以得到 他没有想到 他说以后啊 他就还那个钱 就会变成这个卡 同样的 你在那个市的呢 那个所谓的 某些地方政府 为什么会欠钱那么多 因为他就想到说 没有钱啊 只要在债务后面 画一个链就好了 那钱就会来了 就会想到说 以为他是没有成本的 以为他会是没有成本的 而且啊 在民主政治之下 他会想到 某些公共支出 某些公共支出的话 他会是说怎么样 他利益是整个运动都会多大 不是缴税的啦 只有某一部分的人 所以在讲那个公共支出 要不要增加的时候 大家都招出 因为讲说 我招税还没轮到啊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是怎么样 公共部门能扩大 结果债务就会怎么样 增加 这个就会变成说 你有参与 你就知道说 钱不可以逃避开 对吧 钱不可以逃避开 这个 你有参与感的时候 为什么啊 女生比较节俭 因为警方有些惯嘛 他刚刚那样急的 就这么多而已 不可以逃避开 怎么 那男人说 没有钱就跟老婆要 没有钱就跟老婆要 对 像我们现在 男生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多少钱 因为钱 像我的话 我连纯粹都没有看到啊 如果啊 所以我也不晓得 为了多少钱啊 就是没有那种成本意识的 你不能跟我太太讲 我妈打了 对 对 那为什么要 要有这样子 我 不是 那么